好,所以各位看一下哦 如果你是employee 你是被人家雇佣的 你只是员工 那就很简单 员工怎么样 老板说什么就做什么就好 所以不用动脱脑 员工只要work 40 hours a week 一周你只要花40个小时做做事情 那就有一个薪水了 对不对 and then you can stop 然后你就可以休息哦 你可以休假哦 but 但是for an entrepreneur 可是各位 如果你是创业者 你是老板 然后呢 there is no end 其实就没有任何结束哦 你是看不到终点的 insight 在眼前叫insight 在你眼睛张开看到的地方 是没有结束的 对,如果你没有达到今年的目标 你没有达到这个月的收入 达到标准 你是没有结束的 对不对 而且达到标准 你就会再设定一个下一个标准 所以对于一个entrepreneur 对一个老板来说 好,他的企业要经营 企业要追求的这个盈利呢 There is no end 没有结束 insight 在眼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老板 entrepreneur跟employee 员工的差别 所以薪水上面也当然会有差别 老板他必须要一直设定一个目标去追求 然后他是没有办法说要休假就休假 当然他的薪水会比较多 但员工呢 你做一做就休息了 但你的薪水也就是死的 好,这是why,这是为什么 That's why another trade 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质哦 another trade another trade of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is passion 所以呢 每个人都可以当老板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成功的老板 对不对 那成功的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有这么多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自传 这么多成功的创业家们 他们有另外一个特质 another trade 这个特质是什么呢 it's passion 就是热情 他们不但要有自主的能力之外 自己设定目标能力 还有一个热情 对自己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有认同的 they have to be excited about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to be willing to work hard for ads 所以呢我们的创业家 他们要必须感到很兴奋 他们对于自己的东西是感到兴奋的 they are excited about what they are doing 对他们现在正在推出的企业 做出的产品 或者正在推出的一个目标 他们正在所做的事情 他要感到兴趣 而且还会愿意be willing to 而且还很愿意be willing to be willing to work hard for ads 而且目标设定的感到兴趣有热情之外 还愿意很努力的去追求他 work for it work hard for it 好 再来entrepreneur also need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而且各位 当一个老板需不需要说话 要啊 你要站在台上激励你下面的员工 你要激励自己 要激励员工 那你必须要会说故事 所以一个好的创业家 家 also need 他们也需要一个特质 就是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技巧 当你的员工出trouble 你的员工家里有状况 你的员工心理特质有问题 你的员工遇到了人生低潮 你的整个公司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 一些挑战 你要有办法出来协调 你要有一个好的communication 有个说话的技巧 因为你要to pass on 你要把你的理念传递给你的顾客 还有你的员工 pass on the passion to others 你要有办法 pass on pass on就是传接 能够传接出你的热情 pass to 传给谁 传给其他的人 你手边的人能够感受到你的热情 感受到热情被你号召 被你感动 你的产品跟东西就能够推出去了 and that is important for finding investors 好所以说话技巧很重要 当你的气要开始扩大 你已经跳脱出只是自己投资自己了 而是你已经发现到你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溢注 能够开出更多的分店 那你就要说话来引起更多的investor 要有投资者 好所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for对于finding 你要有办法去找到 对于找到一个investor 找到投资者 而且找到之后还要能够getting people to buy product 还要让他们使得他们愿意to buy to buy your product 买下你的产品 and attracting employee 通常还要能够attracting 还能够吸引到自己的employee的员工 如果你自己内部的员工能够被你吸引 那你要吸引外面的顾客就不是难事了 对不对 员工都能够收买了 那表示你的东西是好的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个